上线仅三天热度反超,杨子,龚骏都压不住,这档新综艺不简单。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,很多好看的综艺节目和电视剧都纷纷接连上映。 比如《萌探探探案》、《中国好声音》、《中餐厅舞》等多部综艺, 以及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、《玉楼春》等多部电视剧都很受观众们的欢迎。 其实,相比于看几十集的电视剧,很多网友还是更喜欢看七数较少的综艺节目。 因为电视剧虽然故事丰满,演员也不少,但是并不能保证剧情就一定精彩。 毕竟现在高开低走的电视剧也不少,比如宋熙和欧豪主演的《陌生的恋人》, 以及白鹿和徐凯领衔主演的《招摇》,不少人都认为这些剧的开头很精彩, 但是到结局的时候却烂尾了。 综艺就不同了,它比电视剧的灵活性更强。 综艺节目可以邀请呼声较高的明星,并且每一期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,主题也不一样。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期综艺节目的内容,可以选择暂时不看, 等到下期播出的时候再看《野航》。 在这么多综艺节目中,《蒙探探探案》和《中餐厅5》的热度是相对比较高的了。 《蒙探探探案》虽然在前期有被吐槽不好看, 但是经过节目组的适当调整,现在的内容还是很好看的。 再加上还有《杨子和黄》、《紫涛》这两个活宝经常在节目中调皮搞怪,活跃气氛, 所以现在大家对《蒙探探探案》的好感度还是很高的。 《中餐厅5》也是综艺界的老牌综艺了, 虽然现在的常驻嘉宾除了《殿长黄小明》之外都被替换了, 但是他的热度和话题度还是很高。 不仅是因为《中餐厅》早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 观众基数本来就大。 还因为有龚俊和周也这两个大流量在, 因此大家对这部综艺还是很关注。 然而最近又上映了一部新的综艺, 上线仅三天热度就反超中餐厅5和《蒙探探探案》, 连杨子和龚俊都压不住, 看来这档新综艺不简单啊。 如果是经常看综艺节目的网友的话, 可能会很快猜出他是谁。 这部新综艺就是脱口秀大会第四季。 脱口秀是近几年兴起来的, 之前很少见过这种题材的综艺节目, 李旦和杨丽、李雪芹等人也是因为脱口秀而走红的。 大家都知道, 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口, 能上脱口秀大会的嘉宾, 嘴皮子那是一定很利索的。 不能说话磕磕巴巴, 连意思都表达不清楚。 同时思维也得跟得上节奏, 不能在前面跑, 脑子在后面追。 这样不但不能使自己脱颖而出, 更严重一点反而还会害了自己。 其实脱口秀大会的前身是吐槽大会, 因为题材新颖, 当时的吐槽大会不但很受大家的欢迎, 还捧红了不少人。 现在脱口秀大会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季, 口碑还是很好的, 相信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喜欢。 感谢观看!